打破美国封锁,中国国产EUV光刻机取得重大突破 这种设备究竟有多重要,中国为何能获得突破? 中国又将在何时制造出第一台EUV光刻机? 我们知道,芯片作为电子产品的核心 已经成为迈向高新技术的必需品 而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被西方社会视为洪水猛兽 而美国近年来也针对中国打起科技战 手段就有对一些科技产品进行禁运 这其中就包括了芯片 美国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芯片禁运措施 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不少麻烦 而除了自己上场,美国也要求其他国家跟进 其中就包括了荷兰阿斯迈尔公司 这家公司研发的EUV光刻机 可以说是制造高端芯片的必需品 但美国却一直施压荷兰,禁售光刻机给中国 那么美阻止光刻机受华就能打垮中国芯片吗? 很快,重磅消息传来 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由长春光级所研制的EUV光刻机 日前突破核心部件 光学投影物件制造关键技术 这代表着中国的EUV光刻机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提起光刻机,很多人并不陌生 都知道这是制造芯片的必要设备 并且也知道目前荷兰阿斯迈尔实现了该产业的垄断地位 实际上,光刻机也分为很多种 比如上海微电子已经研制出了深子外线EUV光刻机 能否制造芯片,但是像7纳米甚至3纳米这样的高精度芯片 需要拨长更短的极紫外线EUV光刻机 而目前能生产EUV光刻机的仅有荷兰阿斯迈尔公司 1999年,阿斯迈尔开始研发EUV光刻机 得到当时几大半导体巨头的亲力相助 基本是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参与了研制 然而EUV光刻机研制工艺难度极大 原计划在2004年推出EUV光刻机 但直到2010年才研制出首台原型机 并且2016年正式工作,已预计时间晚了十几年 就获悉,EUV光刻机研制期间所需的光源功率 迟迟无法达到250瓦的工作功率需求 其次是光学透镜反射镜系列 对于光学精度的要求极高,生产难度极大 才使得研制计划推迟了那么久,可见难度之大 阿斯迈尔的EUV光刻机被称为是人类科技的巅峰 也由此推动了半导体产业的革命 同时,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近年来迅速发展 对于EUV光刻机的需求也增加 而唯一的购买渠道就是荷兰阿斯迈尔公司 2021年上半年,阿斯迈尔一共出售了16台EUV光刻机 卖出24.56亿欧元 也就是说,一台EUV光刻机售价在1.5亿欧元以上 相当于11.5亿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堪比一架豪华的波音787型客机 然而,阿斯迈尔的EUV光刻机还不仅仅是贵的问题 在更多的时候,属于是有价无市 据获新,EUV光刻机制造周期极其复杂 光零件就需要10万个,需要依靠全球供应链 一台制造7纳米芯片的光刻机 制造周期大约是21个月 而一年的生产数量也是有限的 比如在2019年,阿斯迈尔共制造了30台光刻机 由于数量有限,要想买到的话 就要遵循一些苛刻的条件 比如阿斯迈尔规定 哪家企业对阿斯迈尔的投资更大 就更能拿到购买的优先权 而这其中,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的投资占比 占了大多数,具有订单优先权 而向大陆企业订购一台 能在5年时间拿到货就不错了 不过,对于大陆企业而言 真正面临的困难还不是在阿斯迈尔公司本身 1996年,美国拉着日本、印度在内的42个国家 签订了一份瓦森纳协定 该协定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技术贸易 但实际上,瓦森纳协定就是被美国所控制 成为了美国用来设置贸易壁垒的工具 去年,美国宣布扩大瓦森纳协定的管控范围 将半导体材料也加入其中 实际上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 美国此举就是有意打击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不久之后,阿斯迈尔公司也爆出 美国政府向其施压 禁止他们向中国企业出售EUV光刻机 也就是说,中国无论花多少钱 都买不到阿斯迈尔的光刻机了 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光刻机封锁 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在2019年利压苹果取得 全球销量第二的国产手机品牌华为 由于对美国实行芯片禁运而出现芯片荒 如今已经调出了全球前五 如果说中国能自行研发高精度芯片 也就不会出现国产企业被美国轻易打压这回事了 不仅仅是智能手机 在如今信息化时代 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 国防建设等领域 哪个能离得了高端芯片 从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 当外部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时候 中国往往选择靠自己打破封锁 这一次的EUV光刻机也不例外 长春光机所也早就开始进行相关技术储备 长春光机所全称是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是中国光学设备技术研究实力最雄厚的一家研究所 始建于1952年 这家研究所称参与过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以及载然恒天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 因此研制EUV光刻机的重任 自然落到了长春光机所肩上 早在2002年 也就是阿斯曼尔研制EUV光刻机的第三年 长春光机所就意识到了 这种设备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必要性 当年长春光机所便研制出 中国第一套EUV光刻机原理装置 2016年 长春光机所又成功研制出 波向差优于0.85纳米RMS的 两镜EUV光刻物镜系统 2017年 32纳米线宽的13.5纳米 极紫外光EUV光刻曝光系统通过验收 为研制高端EUV光刻机打下基础 因此 今天中国EUV光刻机的突破并不是偶然性事件 而是经过了近20年的耕耘 所谓防天不负有心人 当中国研制出一台属于自己的光刻机时 美国封锁便宣告失败 那这又需要多久呢 格兰人倒是给出了答案 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上 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林毅夫转述了荷兰阿斯迈尔总裁彼得·威尼克的话 威尼克表示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只要中国掌握这个技术 中国的生产成本就会十分低廉 若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 大概三年以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那个时候阿斯迈尔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 另外 威尼克还对美国发出警告 他表示 如果在敏感科技输出上 对中国上管太盈 最终拖累的将是欧洲产业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与中国市场脱节就是与经济过不去 如果真的要保持技术上领先中国 真正的方法是加大创新投入 而不是限制中国 可见 对于美国封锁中国光刻机 即使是荷兰公司也是很不满意的 另一方面 这项政策完全是为美国政府利益服务 对于阿斯迈尔公司而言 只是失去了订单 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中国屡次依靠技术攻克打破封锁 导致西方企业最终在市场落败的势力 也让不少西方企业认识到 中国的确是有技术潜力的 一味去封锁 搞不好会倒逼中国技术进步 让自己失去优势 而对于中国而言 挑战与机遇并存 能否抓住机会一举打破封锁 也关乎着中国的未来